继续跟进那时候龙应台在台上突然之间出现了 不过两个字 龙应台以这次来新加坡唯一的课外活动就是参观奔海花园回例 说明参观过程中遇到挫折 他又说自己是一个植物迷来的 有什么植物看到或者花园都一定要知道中文名称 但是在整个滨海湾花园里面没有看到中文表示 的标示是没有中文的 为什么龙应台中文很敬州的 是作家来的 龙应台与粉丝分享这个反问就是 这件不是一件小事来的 你认为是一件小事吗 不是 中间透露了很多很多东西的 这些文人一向是这样的 有时候北基道都是借题发挥的 好了 龙应台就说 他在昔日曾经说过 新加坡成功之处 尤其是在经济方面的成功 管理和管治的成功 都跟新加坡用英语为工具 是很大的关联 但是如雨虹长不能够兼得 这中间亦都犧牲掉了 例如中文最深层设的关系 和其一个部分 好了 龙应台强调新加坡建国五十年 有很多众所触目的成就 当这一切都恩恩向荣的时候 可否可能下一步 是不是要去想想深层的思考 文化扎根 如何扎根在深入的文化里面 还是深层次的文化 大概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课题 龙应台继续说 去打趣地说 不知道总理李显龙 会不会看到的呢 主持人郭振宇随即回应 他不会看到 也会听到 我们可以期待 为什么 总理来的 这里这么多人听你说话 看不到都听到 明天早报的标题大概就有了 双方很一轮的 喂 字字朱姬 还有有骨的 不仅台下粉丝 控得大部分都嘻嘻嘻 也都有人热烈拍掌 跟着主持人郭振宇就是这样 各种花位用中文标示 的确要花很大的挑战 这方面的工作 相信新加坡有关部门 甚或可进行国际合作 而台湾这方面的资源 应该很丰富 不如帮我们做好这件事情 好了 你就会看到 整个访问 或者问答的环节 龙英台都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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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说是不好的 因为又兜了 是新加坡人 喂 你这么聰明 不如来帮一下我们 有多难呢 刚才 我们举角之力 怎会做不到 不过 我想告诉大家 这个女人 不是没有了道的 她当时说的那句 是得失的 因为说用字不好 你可能不喜欢新加坡有些做出来的事情 但是你不可以否定 新加坡里面的人的感受 她没有考虑到这件事情 所以在这里去扣分的 一定扣分 我一巴一巴升了她 为什么呢 我一定已经告诉大家 喂 我轻瞭嘻嘻嘻说了给大家 结果体验大化 现在有多少人想做新加坡人 你就知道 你当天说那句话的错不行 还有 她其实针对的是什么呢 不是新加坡 她针对的是李光耀 这个更加不尊重一个 国家领袖 这个又是错 所以又是要一巴巴压 因为她说 喂 什么时候李光耀做了亚洲代言人 他没有代表亚洲 他代表的是新加坡 但是告诉你 这个是亚洲价值 你不明白 就多看八基 不过 龙英台呢 是 在程度上 都没有代表 不简单的 一个作家 大家 香港的粉丝未必知道 新加坡的粉丝都可能不知道 台湾的粉丝一定知道 你知不知道龍應台的名字是真名 是不是很特別呢 特別的地方是什麼 他爸爸姓龍大家一定不會有懷疑 是 但是他母親原來姓應的 名字改得非常特別 父親拿一個字母親拿一個字 最後台灣拿一個字 所以稱為龍應台 沒有人告訴我 我猜的 不過一定還 因為結果看完大飯 還有 他有寫過書給他媽媽 給他爸爸 給他的兒子 所以他是用很厲害的方法 去表達自己 但是有時候文人 不是一定適合的 多些包含吧 謝謝各位 繼續支持北京道